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就相当于航空母舰杀手 然而却没想到美国媒体的自豪感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 这不伊朗马上就为大家宣布了一个公告 他们所研制出来的Havaride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射程远远超过于航空母舰杀手 它的射程功力直接达到了1350公里 这简直就是戳破了美国的牛皮 同时也让所有的人了解 想要研发出1000公里射程的导弹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其实远程反舰导弹实战最主要的难点就是 如何准确的发现在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 另外如何进行连续的跟踪 并且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过程 而且还要把这些信息全部都传送给导弹 目前对于世界各国来说 这些技术都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比如说中国为了能够让东风26 东风21能够快速的击败海上的目标 现在也一直都在研发配套的系统 比如说天波雷达 远程无人机又或者是卫星侦查网络等等 伊朗在公布了这一款强悍的武器之后 也有人马上就提出了相应的疑惑 比如说伊朗到底是怎么样发现 并且研究的呢 军事分析家认为伊朗主要就在于一些相对封闭的海区 直接和美国的舰队对付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大范围搜索的需要 可是就是因为如此 为什么要发展将近数千公里的反舰导弹呢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战术的问题 因为伊朗直接部署在海恩区的导弹 很容易就会被美国方直接清除 但是如果放置了远程反舰航导弹 就完全无需担心 对于伊朗这一方而言 搜索航空母舰本来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只需要对海面进行雷达的搜索即可 甚至还能够让间谍直接开着快艇 进行全面的搜索之后 有很多人认为 让一款可达到1500公里的巡航导弹 外出执行只需要完成100公里的任务 未免真的是大材小用 实际上执行这项任务时 也会卸掉相应的燃料 同时还会增加战斗的重量 反而能让毁伤的效果得到有效的提升 所以说这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缺点 伊朗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美国的独裁之下 然而却没有想到 却一直不断的研发出各式各样的新型武器 可是一直都在引进先进西方武器的国家 居然总是会在战场上出现失败的现象 这也不由得让大家觉得内心极为的感慨 但是不管如何 不少的人都会觉得 伊朗能够勇敢的向西方国家对抗 一直都如此顽强 能够自力更生 这样的一种精神也是让大家非常赞扬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与网络由老兵收入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